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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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苏6 纳比斯丁的方舟 最近日本Falcom游戏公司宣布 旗下人气动作游戏伊苏系列的第六部作品 伊苏6 纳比斯丁的方舟 手游版将于今年内上市 游戏以列打组居住的小岛为舞台 故事讲述着主角亚特鲁 为了寻找游艺人传说以及巨大的遗产之谜 同时肩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战争之中 游戏使用了上帝视角 拥有移动摇杆和技能按钮 玩家只需要移动并使出技能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名为魂卡的系统 能够镶嵌在你的武器和装备上 来提升人物属性和战力 若装备了武器型魂卡的话 就能使用该魂卡的英雄技能 来进一步提高你的战斗实力 大陆参加了游戏的测试 发现剧情的画质和原作还是有点差距 操作难度也不算高 伤害判定也是有点混乱 还有卡顿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希望游戏团队能够继续优化 并在游戏正式上线的时候 将最好的体验呈现给大家吧 ServiceZan 这是一款近期在韩国上线的横向卷轴动作游戏 由韩国团队R-AX制作并推出 游戏以横向Mobile的玩法为主 分别提供了5名角色让玩家选择 玩家可以培养或升级每个角色 为其购买并配备相应的装备 并同时提升他们的各种能力 之后就能透过一个名为Pala Prom Simulator的玩法 选择以PVP或Solo的模式来进行防御战 而在战斗的过程中 玩家需要做的就是破坏对方的防御塔 或者是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 就能够获得胜利 当然和一般的Mobile游戏一样 玩家的防御塔也会派出小兵 所以你可以在对方专注攻击小兵的时候 给敌人来个强力的攻击 或是趁机会摧毁对方的防御塔 据说未来还会开放像是2对2 或团队合作等等的模式 整体来说 这款采用横向卷轴的Mobile游戏 大陆个人是觉得蛮新鲜的 推荐给喜欢这类型游戏的玩家 影之刃3 影之刃3是一款横版动作的格斗游戏 结合了Loglight的玩法元素 同时藏了水墨画风 搭配细腻的武打动作和渲染效果 呈现出诡异和冷酷的武林气氛 游戏开始时共有几个角色可以选择 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独特的战斗风格 玩家可以更换和尝试不同的角色 来体验不一样的战斗过程 战斗方面则是藏了比较常见的横版打斗方式 玩家可以利用摇杆和技能键 使出千变万化的技能组合 战斗的手感还算不错 也需要注意闪躲和出招时机 所以还是有点挑战性的 此外本作没有扫荡和自动战斗系统 是完全需要玩家靠实力去干的 加上因为融入Loglight元素 所以关卡的生成和物品掉落都是随机的 有时也会出现支线任务 或者盗贼和商人等等 让玩法变得更加丰富 此外游戏也少不了角色养成玩法 需要给角色搭配装备视频什么的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作为一款横版战斗的游戏 本作还是制作的比较有水准的 关于我转身成为史莱姆这档是 魔物之王 本作是一款主打策略对战玩法的角色扮演游戏 改编制日本人气动漫 关于我转身成为史莱姆这档事 并由原作者弗赖老师参与监修 透过3D卡通的渲染技术 将原作中的某国联邦呈现给玩家 故事则是讲述着一位上班族三三物 某天被持刀的强盗刺死 回过神来已经转身到异世界 并成为了一只史莱姆 在他获得了利姆路的名字后 便已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各个种族 一起快乐生活的国度为目标 开始了他的史莱姆生活 回到游戏的玩法方面 玩家将以主角利姆路的视角 在游戏中召化魔物 收集原作中的出场角色 组建强大的魔物战斗阵容 游戏更重现了吞噬玩法系统 随着主线剧情的推进 主角也会获得更多不同的组被动技能 让玩家培养出专属于自己的利姆路 此外玩家也能透过在商店与战斗中 所获得的记忆碎片 来喂食史莱姆并提高战斗能力 当然玩家也能为自己所收集到的角色 穿戴各种装备像是相同的套装 集满两或四件套就能获得相对应的效果 另外还有其他相当丰富有趣的玩法 深游的阵容也非常豪华 感兴趣的玩家就进入这个游戏世界中 尝试当个史莱姆之王吧 Ethernal 永恒 这是一款由SoBmo开发的MMORPG新作 由SoBmo制作的MMORPG游戏质量 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吧 那么本作将会带给玩家什么样的体验呢 Ethernal的世界观 剧本和地图方面的内容做得很饱满 而且搭配的音乐也很强大 玩起来会有点最终幻想十四的感觉 游戏故事主要讲述这主角为了保卫家园 它上了漫长的旅程 实际玩法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MMO 包括副本 跑任务 工会和武器制作升级等 至于战斗的话 可以预示指令进行挂机解放你的双手 而厂商也在努力优化 让玩家能够在手机上体验到PC端游般的MMO感觉 虽然本作画质并没有非常出色 但和以往采用可爱二圈的画风不同 这次游戏藏了写实风格 而且SoBmo一贯比较老旧的UI设计风格 也有可能会劝对一些玩家 不过比较看重玩法的玩家 应该不会太在意这些细节吧 只是这些太过丰富的游戏内容 喜欢MMO的玩家可以尝试看看 刚开始看到游戏画面的时候 大陆还以为这是一款动作或者是MMO RPG游戏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本作居然是一款放直游戏 这样精美的画面风景 我们却不能参与其中 感觉还真的有点难受啊 在进入游戏的时候 角色是全自动战斗和跑任务的 完全不需要手动去操作 因为没想到是放直游戏 大陆还曾经一度以为游戏坏掉了 但经过研究仔细一看 界面根本没有移动和技能按钮 瞬间就觉得有点失望了 但是对于喜欢放直游戏的玩家 应该还是会感到兴趣的 至少游戏的画风看着也蛮散心悦目 虽然是款全自动化的手游 但玩家还是需要给角色装备武器技能等等 技能的顺序也可能会影响你打boss的过程 所以需要好好的安排和升级技能 此外在每次收到新装备和技能时 都会让人感到特别兴奋 就像是捡到稀有装备的感觉 看着自己的角色越来越强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喜欢休闲挂棘的玩家 可以参与游戏的测试去试玩看看 这次款使用了迷你世界风格的大逃杀游戏 支援最多50名玩家同时进行对战 本作除了拥有独特的画面风格 还提供了几个战略地图让玩家选择 同时也在地图上放着了各种武器 以及种类繁多的武器装备配件 若你能在短时间内组装最好的装备 或是取得强大的榴弹发射器等 就能提高你获胜的几率 至于获胜的条件 这与传统的大逃杀游戏一样 需要及时逃进安全区 然后找机会击败其他的对手 幸存到最后就能获得胜利了 但比较特别有趣的一点是 玩家可以在随机轰炸的区域上 看见一只飞龙在天上喷射火球 整体气氛既不是紧张也不是刺激 而是显得有点搞笑和欢乐 玩起来也没有压力 若你已经厌倦了一般的吃鸡 就来尝试看看这类轻松的大逃杀游戏吧 The Trail 边境之旅新版本 边境之旅曾经陪伴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 期间还回归了两次 天天都在忙碌升起自己的房子 所以在看到有新版本之后 还是有想要回归的感觉 边境之旅是一款徒步经营手游 游戏中玩家将一人踏上旅行的道路 途中捡起掉落在四周的材料 像是石头、树枝和食物等 要是已经制作好采集道具 也可以去砍树、采矿和打猎 期间你可以调整角色的移动速度 还要时刻注意包包的空间和角色体力 要是太过贪心的话 包包里的物品可是会掉出来的哦 若体力归零的话 角色不仅会晕倒 同时还会掉落物品 运气不好的话 物品就会被其他玩家抢走了 要是顺利到达下个营地 就可以利用你收集的素材制作道具 或是进入交易系统和其他玩家进行买卖 准备万全之后再继续上路 后期还能在村庄落脚 打造自己的房子和进行装修 还能存放和保存自己的物品 另外也能和其他村民玩家合作 来打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温馨小村庄 虽然边境之旅是一款休闲游戏 但如果你认真玩起来的话 其实过程还是蛮干的 不过坚持下来的结果 就会是满满的成就感 新版本在UI和玩法上做了一些变动 另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玩法机制 但大陆还是觉得旧版本比较好玩 推荐给享受升级和收集乐趣的玩家 墨剑2 墨剑2是一款策略单机手游 游戏的玩法比较特别 你将扮演一名白衣少年 来到被遗弃的剑目 操控着四周的剑 把妖魔鬼怪全部消灭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 因为每个敌人的攻击方式都不同 所以玩家需要根据情况 使出最适合的剑技去攻击 像是集中或分散攻击 当荧幕上方的进度条结束时 敌人就进行一次移动 所以建议在敌人靠近之前 先把他们解决掉 相当考验玩家的策略 除此之外 玩家还能在篝火旁解锁新剑技 和查看敌人的资料 攻击模式等等 因为游戏藏了水墨画风 看起来会更加贴合玩法主题 在大陆体验下来之后 觉得玩法还是比较新鲜的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先尝试墨剑2的前作 然后再等待本作的上线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在这一期所介绍的游戏当中 大陆是比较喜欢影之刃3这款游戏 因为游戏提供了许多不同战斗风格的角色 各种技能招式的组合搭配 也能让玩家以自己的风格去挑战关卡 不是那种随便打就能通关的游戏 因为游戏还是蛮讲究操作技巧的 最后如果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个like和share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能到大陆Facebook的小小专业去看看 我是大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